下个星期六就是世贸月补选的投票日了 那西蒙能不能够捍卫这个议席受到关注 是的 那伊党主席拿杜斯里哈迪阿旺今天就表示说 如果土团党输掉了这场补选 不能够怪罪伊党 而是必须怪罪西蒙成员党 也就是行动党和公正党 哈迪就指出火箭和蓝眼才是导致土团党落败的主因 此外他还说为了延续穆斯林的领导 一旦有人对首相蹲马头不信任票 那伊党将会力挺和支持敦马 世贸月补选进入倒数阶段 西蒙能不能守土也成为这场补选的焦点 伊党主席拿杜斯里哈迪阿旺 今天在登加楼出席祈祷仪式时表示 如果土团党无法在这场补选胜出 就不应该怪罪在伊党身上 而是应该怪罪公正党和行动党 哈迪阿旺解释 行动党和公众党没有积极参与世贸月补选的竞选和拉票活动 才会让土团党可能丢失选区 另外哈迪强调 西蒙内部可能会对首相蹲马的领导 投不信任票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他们也已经掌握到有关消息 他强调 虽然伊党是在野党 但为了延续穆斯林的领导 他们会遵守承诺力挺和支持蹲马 伊党总秘书拿杜达基尤丁也曾经表示 伊党早前会见蹲马时就写下了一份声明 他说根据声明一旦西蒙成员党对蹲马投下不信任票 伊党将会全力支持蹲马的领导 NTV7综合报道